张飞老师 好不 张飞同志 我真要怼你 叔 你晚上睡觉打葫芦 我每次晚上睡觉 你在上面打葫芦 我在上面晃两下 那才肚子床 一手扶着墙 一手晃着墙 晃两下 你才不走 好 我看一下 多来张同志 是 到 严肃点啊 服务车 准备 他来用直权 你实际上你不用啊 有权不用过去做废 我又想我又想怼人啊 过去做废 笔根不是你给他的服务车准备 齐飞你感情是吧 对 我一直以为他给我的 哎我都可以单腿去服务车 哈哈哈 你升级了 一 二 九 十 老师 走 我真要给你说个问题 这是我真心想说的 首先 我们十班 每个同志 都是精英都是好汉 虽然说我们刚来军营 很多东西我们不适应 但是我们在努力做 记住以后我们真有什么错误 我们完全有能力承担责任 不用你全承担责任 坐着 我是不是实班的议员 是 我们大家一起承担可不可以 可以 那你别一人承担 你聊三次了 每次都说你自己承担 我承担全部责任 不用班长承担 我们自己来 你闭嘴 是 我愿意对我们班内务 承担一切责任 郭晓东 你作为一个素的老同志 是 有时候走起路来 是 怎么会跟老头一样 是 绝这个屁股 你看看你真的像个兵吗 是 那一天睡觉之前 活动不动 黄黄强 记忆力不好 就他们 脑子是越用越好用 你平常就得 背唐诗 背诵词 我们的棋魂 连魂 斑魂 没事就背 每天要动脑子 好 好了 好 好 以后你对着我的时候 你可以不睁开眼睛 哎对你这样多好啊 哈哈 经常我跟他是对面的 他都看着我 然后呢 还是耍小聪明眼睛 我就觉得两个小猪子蹭蹭 闪电似的 好